女孩一抬头 发现院子里站着个小丑 她非常害怕 急忙躲进被子里 半天过后 发现没有危险 就掀开被子 可刚下床 就看到小丑站在窗前 她把情况告诉老爸 老爸却说那是幻觉 她只好走了回去 又躲进被窝里 说什么都不肯出来 突然被子慢慢掀开 女孩躺在床上移动不动 原来小丑伸出手指 不停地移动 正操纵着一切 下一秒 女孩竟然下了床 身体非常僵硬 迷迷糊糊朝客厅走去 来到衣柜前 拉动把手 将衣柜打开 把手伸了进去 从里面掏出一把 黑乎乎的手枪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女孩 这时小丑走了进来 表情非常诡异 一步步向前走去 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突然她抬起右手 不停地颤抖 女孩按照她的指示 慢慢抬起手臂 举过头顶 随后传来一声枪响 她就倒在了地上 可小丑不仅没有离开 又来到客厅 一步步朝前走去 突然停了下来 扭头望去 那边闪着微弱的灯光 然后走了过去 我了个乖乖 老爸竟然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可小丑一点都不害怕 伸出右手 搭在老爸肩膀上 随后凑了过来 没想到老爸竟然露出 邪恶的笑容 那么问题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